在家裡說 你在學校說 你要 垃圾不要亂丟 可是回家以後還是亂丟啊 這就是經驗沒有移轉 沒有內化 所以你說要談什麼 環保救國 你這一個 這個部分你無法讓孩子 能夠變成一種習慣 變成一種價值觀 我認為不太可能有所成效 這個是我一直很憂心忡忡的 四個小時 到底要做什麼 好的一個問題 我稍微補充一點 就是說 第一點我是覺得說 環境教育是無所不在 那其實包括 我剛剛其實拿的都是社會課本 但事實上大家以為環境好像是在自然 但事實上 自然裡面充斥的各種實驗 這種東西 它不一定會談到這個環境的領域 然後事實上國文也可以 國語也可以 各個領域 各個領域其實 在既有的課程中 都可以去檢視 它核心的價值跟永續發展 跟我們尊重這塊土地的這個環境倫理 是不是相符 所以其實 我們也不贊成說 要獨立弄一個什麼環境教育 這個課程出來 特別去上 不一定 就是說學生 學生不一定是這樣 它在不同的課程裡面都可以融入 這是我要表達第一點 第二點其實 我特別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陳校長呢 其實好幾次都帶著孩子們 擠腳踏車 環島 校長帶學生這樣環島 其實要做的事情就是他剛剛講的 培養孩子們對這塊土地 有感情 這是很關鍵的 其實這牽涉到什麼 牽涉到我剛剛講說 要反省台灣人四百年來的這種開發建設的生活模式 其實很重要就是要建立起一個新的土地認同感 因為你如果把它當成過客 我用完就丟我就跑了 你對這塊土地不會珍惜它 現在問題在於說 其實這種土地的認同感 必須先從認識這塊土地 對這塊土地有感情 對這個土地上的生命有感情 而且很重要的是呢 要把它當成是後代子孫要安身立命的土地 所以我們一直在談環境問題 絕對不是科技導向那個環境工程 而是說他要對當代負責 要對後代子孫負責 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 就是從總統以降到企業主 都要想這件事情 那如果用這個來回推 我們就知道 其實很多做的事情 經不起十年的檢驗 就破功了 所以呢 當我們這延伸下來看的就是 當所謂的這個經濟發展 跟環境有所衝突的時候 這個行政部門到底該如何去什麼 先來看對比西亞 煙囪 煙囪 還是煙囪 高雄市不只是全台灣 更是全世界排碳量最多的城市之一 北邊的男子有中油五青 南邊的小港林園是三青和四青 未來大高雄合併 意外頻傳的大發工業區 與人武大社工業區 也將增加這個城市的碳排放量 高雄市整個包括工業 人均的排放量大概是26噸 台灣現在一年的人均水準大概是11噸 大概多了兩倍 那也比全世界的平均水準是4噸 你看大概高了6倍 為了推動高雄成為亞洲低碳城市的領導位置 高雄市也宣示要在2020年之前 碳排放量要比2005年減少三成 從中小學的週一無肉日 換裝LED路燈 到開闢自行車道 公共單車等政策 高雄市希望全方位的節能減碳 但是做了那麼多的努力 減碳的效率似乎有限 市政府認為目前減碳最大的障礙 還是在於工業部門難以配合 其實整個高雄市的排放量 百分之65到70是在工業 那我們目前規劃是工業的部分是減1% 所以這一部分我們也希望 中央政府這邊也能夠 跟產業界來做一個溝通 做一個協調 但是減碳三法未能過關 讓地方政府的減碳策略 缺乏有效的手段 尤其行政院也承諾 台灣2020年的碳排放 要回到2005年的水準 學者認為政府應該要加緊 腳步修法 才能讓這個高難度的挑戰 有可能實現 我想如果這些法案都陸續通過之後 這些企業會根據國家的 重大政策的方向 甚至政府對於某些特定企業 有補貼 有講助 甚至對於一些高污染高耗能的企業 有一些特別的規範 他們企業才可以有所依循 而且彰化準備蓋國光石化 麥寮的六青也準備擴廠 這些重大的開發案 都在緊鑼密鼓的進行 也將製造更多的碳排放 學者也質疑 這些與環保互相衝突的開發計畫 政府是否應該要重新檢討 5年前10年前所定的 國家的經濟發展的政策 在今天這個時候還適不適用 我認為政府應該仔細的考慮 而不是說因為政策已經定了 你就非得做下去不可 在環保救國的目標下 馬總統要全面改裝LED路燈 環保署也將投入450億元發展綠能經濟 但是另一方面 國光石化設廠在即 而且從去年的潮流空氣污染 到今年台塑人物廠污染低下水 環境的公安事件也層出不窮 政府想用環境救國 但是當環境保護與經濟開發 相互衝突時 行政部門又該如何決定呢 我們要先來又要來看一個數據 這兩年來重大的開發案 他們會排放溫室氣體的排放量 我們有做了一些統計 已經通過環評的 不管是中科四旗 二齡圓區或是台電達林場 還有三清的更新 還有中榮鋼鐵 還有林口的火力發電廠 這些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總計會達到的就是 3591萬噸 另外目前的環評正在審查中的 就是現在爭議相當大的 國光石化台塑6757 還有彰化火力發電廠 加起來也是有3134萬噸 加起來這些大概都已經是 總共是6725萬噸 所以葉老師您自己來看看 比如說環保署也宣示 說要在2020年之前 台灣的排碳量 碳排放量要回到 2005年的水準 老師說真的要減到 大概45% 您覺得有可能嗎 包括你看高雄市 這個大家什麼無肉日啊 都要推啊 騎腳踏車啊 那但是做得到這些嗎 這個我們要看 要談個尺度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如果說 無肉日 或者說關燈一小時 可以減到多少碳 跟這個一個廠增設了以後 會多排多少碳 這中間一削減 大概就知道說是很難抵消的啊 其實大家都在等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都知道說 現在未來10年 環保署希望說 能夠消減45%的排碳量 大家都很希望說 到時候2020年的目標 是能夠達成的 因為台灣 從1990年到現在 這個成長速度幾乎是全世界之冠 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但是大家一直在等的東西是 到底我們從哪裡來減碳 我想我們怎麼減碳 絕對不是靠我們的小朋友 禮拜一大家吃素 或是靠呢 大家中午關燈一小時 這個減的碳是有限的 整個政策的產業的政策 能源的政策 等等這種 大區塊的這些東西 那個才是真正能夠 減碳的核心所在 那我覺得現在 政策的方向是對的 目標是對的 但是怎麼執行 怎麼做 比方要不要用補貼 經濟學家可能有他的看法 那我們到底用什麼樣政策 才能夠讓企業 他真正能夠來配合 我想這個是做政府 非常大的挑戰 而我們一般的民眾 在這個事情上面 我覺得呢 也要有一些相應的支持 比方說談到能源稅 大家就群起的工資說 我又要有電 我電又不能漲價 又要減碳 又不能繳能源稅 世界上沒有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我們就 環境教育的觀點來看 公民素養本身 也是需要提升的 所以呢我們來看 包括呢 包括我們剛才提到的是說 當然呢 大家一定要努力嘛 民眾公民素質要提升 那民眾也一起努力 但是其實工業部門的 這個排碳量 老實說這就是一個事 就是一個事實 所以李老師你看 我們政府一方面 就是到大家 拜他拜他不要吃肉 不然你就是要關店啊 省水省電啊這些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老實說 剛才葉老師說的 這老實說一個場 可能就等於不知道幾個縣市 我說明一下 那個6725萬噸 差不多就是 比我們在2006、2007年的 它增加四分之一 25%左右 那這個25%其實就相當於什麼 相當於我們的住宅 跟交通部門的總和 就是全國人民的住宅 跟交通部門的總和 也就是說 所有人民都不要住宅 都不要任何耗能 交通也不要任何耗能 就是差不多這個數字啊 所以你不可能台灣 那等於台灣全部停擺了 都交給工業部門 不斷冒煙衝就可以了 所以我是覺得 這絕對不是解決辦法 關鍵還是說回到剛剛 葉老師所說的 我們的這個 整個那個能源的政策 減碳的政策 那如果不同這裡談 其實那些其實只是 就是聊勝於無的一種 個人實踐 我不反對這種個人實踐 因為透過個人實踐 可以加深對這個地球的連結 跟實命感 因為這個是負責任的生活行為 我們是應該要鼓吹啦 但是不要誤以為說 這樣就可以解決地球的環保問題 如果是這樣 那就是被政府跟企業給誤導了 所以如果 所以面對的這些高耗能高排碳的 這些開發案 我們要怎麼辦呢 我們要怎麼 陳老師 陳校長你覺得我們該怎麼辦呢 是不是要該檢討該喊停的 就應該要喊停 還是說其實大家這個碳要減 但是飯還是要吃 這個經濟 這個GDP還是要成長 大概環境加